好 另外告诉您 新北市今天又发生了9架死亡车祸 在清晨6点多的时候 一辆计程车为了离让救护车 先暂时停靠在路边 没有想到却被后方一辆轿车高速追撞 导致坐在计程车后座的一名妇人 就被夹在变形的车体里面伤重不治 而警方发现肇事的女性驾驶酒侧值高达0.65 不应该开车却硬要开 害死了一条无辜的人命 清晨6点22分 两辆计程车停在新北市三重这个路口 就是为了离让救护车通过 没想到后面的黑色轿车直接撞上来 力道猛烈 让整台计程车被撞飞十几公尺 车尾全毁 而坐在后座的60岁妇人 也因为颈椎断裂送衣不治 警方事后检测发现开这辆黑色轿车的三十五岁女驾驶酒侧值高达零点六五 酒后驾车又夺走一条人命 而针对酒驾肇事连连 立委也提案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授权交通部向酒驾者征收六千元的补偿费 成立受害人补偿基金 除了罚单之外 特别在处罚一个补偿基金的课征 每一个人课征他一笔补偿基金 全国累积下来 用来优先补偿一些被酒醉驾车所伤害到的人 立委表示只要驾驶酒精浓度超标 不管有没有酿成车祸 都应该要缴交六千元的补偿费 作为酒驾车祸的受害家庭补偿基金 法规修正案将交由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审查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